美国德州发射的大规模枪奸案 很多粉丝爱得我让我讲讲这事 我为什么现在很少说这种新闻了 我最后会说 首先枪手名字叫加西亚 听名字像是个墨西哥裔 他在案发现场呢 共设计100多次 造成至少九死七伤 有人说 这就是美国枪支管控不严格导致的 你别说 这次还真不是 加西亚呢 是一个美国退伍军人 现在是做保安的 根据他的个人资料显示啊 他至少为三个公司担任过安全工作 并且没有任何重罪纪录 他还接受过二级和三级安全培训 包括枪支培训啊 枪支熟练程度的证明什么的 所以说呢 即使枪支管控再严格 他也是能通过的 除非美国全面进枪 但是三级人这条视频也分析过了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我还是比较建议生活在美国 尤其是德州的小伙伴们 搞一把拽扰的 没办法 打不过就只能加入了 另外网上疯传的什么 中国人一家三口遇难的消息 也已经被辟谣了 真实情况是 一对韩国夫妇 和他们年仅三岁的小儿子 遇难 目前他们五岁大儿子 还在医院抢救当中 至今生死为五 三斤说一句一定会招骂的话 如果我是那个大儿子 我可能都不愿意醒过来 我真的是不敢去面对未来的人生 然后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现在很少讲 这种美国枪奸案的新闻了 不是因为发生的少了 这个是美国今年发生的 第199起大规模枪奸案了 在发生德州澳莱枪奸的同一天 还有另外两起大型的 讲不过来是一方面 重点是我只要一讲 扣上一个黑美国的大帽子 就这条视频开头第一句话 很多人就听不了了 因为我不仅是在诋毁他们的故乡 甚至可以说是在击垮他们的心仰 看完我这期视频 估计至少得连刷三条国内复门新闻 并评论到吴京怎么还没来 然后再看两遍美国队长才能缓过来 而且每次美国一旦出现这种新闻 评论区就会吵成一片 一定会有人蹦来说什么 一说都不好一劝都不回 就比如说这位大哥 就仿佛被戳中了开关一样 一键开启了护主模式 很多海外同胞还跟他去辩论 但是三条想提醒你们 和这种人争论真的是毫无异议 这就好像你去饭馆点了道菜一样 然后你尝了一口跟服务员说 你这菜做有点咸 注意你并没有否定这道菜的全部 你只是说了它的其中一个缺点 此时服务员还没有说什么 旁边桌子顾客突然站起来不乐意了 说你不爱吃你可以把他倒了 所以说你怎么可以去指望 和这种人讲道理沟通 虽然在辩论过程中逻辑很重要 但是如果对面没有逻辑你还真赢不了 那即使你真的赢了 对面也不会觉得自己输